张先生好 幸福幸福幸福 很开心张先生来到了 有话好好说 想问一下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国际时装周 您担任了什么职务 我是做的时长秀的总导演 太厉害了 您是中国摩托事业的第一人 当时您是怎么意识到这个行业的 怎么走进这个行业呢 我当时刚接触这个行业 那是中国改革番范 刚刚开始 那八十年代初 皮尔卡丹先生带着模特 带着服装来到了中国 我也是在偶然的机会 看了皮尔卡丹先生做的时长表演 我觉得这个很好 那么以前小时候 我学过音乐学画画 那我觉得这东西很适合我 当时我就给我们领导建议 我说我们能不能组织模特队 那当时我是在纺织局 做服装产品的开发 领导写封信 那领导没想到呢 他在三天之后就批回来了 当时是个老局长 头部都白了 用毛笔写的 你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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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尊同意是吧 您说的皮尔卡丹这个 我挺感慨 我们小时候那会儿 谁要说 我穿一皮尔卡丹的西装 都高兴都不行了 皮先生多少岁的时候当年 他当年还很年轻的 当时我有他照片很帅很帅 今年皮尔卡丹先生是89高龄了 这么大岁 老神先生 这几孩子 打死了再救活了 再打死再救活 也做不了模特 我们想问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人 才能做模特 其实我觉得你这几位徒弟 这几位先生都可以做模特 对我们来说 你这是实在不行 我们好了是吧 其实模特是个广义的概念 并不是说我们也起来想象 模特一定要身高很高 长得很帅 长得很身材很好 那么模特今天来讲呢 我们可以有很多广告模特 平面模特 还有网拍模特 我觉得你这几位徒弟都可以做模特 师傅我还是有潜力的哟 那时装模特呢 我们一般要求都是在一米七六以上 跟我这个差不多 女孩子一米七六以上 一米八二一下 是踩的什么箱子上 对啊 那我这个头可能踩一点 近高 我算新款的吧 师傅有内增高 没事 内增高也不能一起高出一米 太矮了你 这么高了也不能说的 但是我还不能太高 我这运高 相貌呢 相貌就不一样了 因为每个设计师 每个品牌 他有不同的喜好 有不同的风格 所以相貌呢 有人说的好看 有人说的不好看 对 那有人认为他漂亮 有人认为他不漂亮 所以这个是根据设计师的喜好一样 美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就好比吃菜 有人就喜欢吃川菜 有的人辣一点都不能吃 但不能以你的口味来界定说 川菜不能吃 是不是 不过我觉得好像欧美的人的口味 比咱们的重一些 有些个女孩子 实话实说 可能不太符合东方珍的审美观点 咱外国人喜欢的都不行了 有这个现象是吧 有这种情况 问一下张老师 中国最早的模特 第一批人 和现在的这些模特 他们的差距在哪里 第一代的中国的模特 我觉得他们有个胆量 在社会对这个职业不认可的时候 对这件事情不认可的时候 他们敢站出来 有的很多是回避家长 偷着出来的 当年据说 好像还挺丢人似的 对 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时那个年代 认为模特 就是美术学校画画的模特 人体模特 不知道有时装模特 当时还要顶着很大的社会压力 对